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翠谈广州话》一起出发一下 欢迎收到今期的《翠谈广州话》 话说阿辉今天猛话牙肉痛 我说当然了 昨天阿芬拿过的桂味给大家吃 你自己一个人就吃了一斤 不上火就怪了 粤语当中有桂味这个词 桂味就是叫桂味荔枝 这种桂味又称为桂枝 因为它的果 这种荔枝的果 是带着桂花味 故此而得名 我们讲的时候 就不会讲成桂味 会飙高些小音 读成桂味 讲到桂味荔枝有一个这样的传说 在曾城那里 以前有一个很穷苦的弟弟哥 叫做陈桂味 因为摘了当时的村霸家里 两粒荔枝来吃 被那村霸发现 死小孩偷吃我的荔枝 打 打到他了 全身没分欲好 这个陈桂味被人嚇一嚇 于是乎得了新的病 最后就不自身亡 在第二年清明的时候 就在葬陈桂味的坟头那里 生出了几棵荔枝树的树苗 村里的人就淋水、施肥 几年之后 树苗越生越高 还开花结果 结出来的果 果肉非常清甜 那些人就以陈桂味的名字 来命名这些荔枝 就叫做桂味 久而久之桂味 桂味就变成了桂味 这就是相关的传说 我们可以这样做句 这些桂味好惹味 大家一起分食它 说到荔枝 就是不适宜吃多 正所谓一个荔枝三把火 不过以前的广州人 有一种传统说 可以避免吃荔枝上火 就是吃荔枝的同时 吃咸鱼 就说可以抵消荔枝的火气 脆谈说实话 一起吹翻一下 我们下期再一起吹翻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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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